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节 又是《军武器言和科学伸知Crossover》的节目 说起这里,想和大家呼吁 可否为我们这个新节目想一个名字 我们始终都想了很多不同的名字 不过有些名字,例如《军武伸知》 这些名字我原本也有想过用 但是陈博士跟我说过 这个名字原来已经有人用 甚至是国内的朋友用的,无谓助名 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个新的名字 希望大家帮一下,好吗? 大家困擦群力,想一些得意名字 总之是过瘾名字,容易记得的 都能够认识到我们《军武器言和科学伸知》 所以大家在下面留言区,记得帮忙留言 有些可能我们最后都会采用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帮忙,好吗? 好,我们这一节会跟大家讲一些太空科技 尤其是会讲到一个核能的应用 一个核能的应用 一向在地球上有 但是如果你要将它摆上太空 究竟又会怎样呢? 还有究竟那个潜能用起来的时候 怎样可以做到多安全,又有环保 还有也有它的功能作用在这里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去讨论一下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给like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 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伸知》 我们两个平台 好,那我们跟陈博士打招呼,陈博士你好 是啊,Larry你好,大家好 麻烦大家就帮忙想想这个节目名 其实也因为我和Larry cross over了这么久 大家都有个默契的了 然后大家也很有默契地去继续支持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时候可以自成一格 所以就直接想起这个名字了 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节目 甚至是Cross over 都日趋成熟了 大家记得帮忙吧 好,陈博士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 就是我们最近有看新闻了 例如英国那边 他们一直都有研究的 例如Rose Royce 一直研究把一些东西 包括他们自己做核能的东西 以及接下来可以上太空的 一些很微小的reactor 或者一些科技 今天可不可以和我们也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厂它去做的这个科技 其实是什么东西 以及它接下来上太空 又有什么大用呢? 嗯,那这里我们就集中讲几样东西 因为我记得开这个节目之前 Larry又传了一篇 就是由BBC去报导 这个劳斯莱斯公司 一个最新的关于核电科技的突破 那都很高,那鲁斯莱斯 除了做噴射引擎 做靓车 其实她做的能源呢 都会放很多心思 那种核对兵 cardio变形成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说这样 我們先前講過一兩集的 那些叫做SMR 那些比較微型的核反應堆 它有做的 但是我們今天又不是完全講這件事 而在這個BBC新聞裏面 它報道的盧斯萊斯公司 它就用了一個科技 就將那些核原料 就逐粒很細粒這樣包裝 於是有了這種技術之後 我們就認為它可以未來 它能滿足到在太空建基地 尤其是月球基地的那個用電需要 那其實這件事會不會也都跟我們先前講的 它SMR的東西相似 又或者有些什麼不同呢? 那我覺得就很值得跟大家介紹一下 盧斯萊斯他們這次用這一種 就是獨立包裝 細細粒的這些核燃料技術 它有個名字的 大家會叫做Tri-Sophil 這樣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會講這件事了 所以陳博士會跟我們去副析一下 Tri-Sophil 究竟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它的形狀也很有趣 當然它要設計到好像一粒粒的 或者我們經常說 你感覺好像老麗圓 Tri-Sophil 做出來 它本身除了好看之外 它應該有很多 首先第一,你為什麼要設計成波 這個已經是一個討論點? 第二個就是它這樣的設計有什麼好處? 還有它背後的原理是在玩什麼呢? 陳博士 對了,Larry 我想你在新聞上看到它的資料 就有些也沒有一些 是吧? 最簡單的去介紹的東西就是 它做到一粒粒的波 它展示出來的大小 它就用一個比喻的 就像一個瓶縮果這樣的大小 但是你知道的啦 我們這些好市民來的 是不會很純情的好市民 就很少見過瓶縮果是怎麼樣的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它比一個 乒乓球和戈爾夫球大一點 一個差不多的一個球 但是這個球裡面 它就是有一個外面的外皮包裝著 它的核心是什麼呢? 就是一粒核原料 其實就是我們所知的那些有二、三、五 或者可能未來會用到其他元素 Thorium 也有可能用到 但是總之就是裡面有一粒 保持著不停地有放射性的一粒小小的核原料 外面就有一個外皮的包裝 而這個外皮包裝就有幾種的 起碼要包五種東西上去的 那為什麼要包這五種東西呢? 我會有機會慢慢說的 你可以想像的圖像就是 BBC去報道的盧斯萊斯 他就好像弄了一粒 好像麥提沙 但是你問我呢 我覺得更加貼切比喻就是一個M&M 不過它比較大顆的 它有一個外皮 令到裡面的東西就不會融出來 裡面我們不想要漏出來的東西 我們就包住它 就好像一粒粒獨立包裝的朱古力那樣 它的大小就是一個乒乓球 大小小的一塊東西 然後整成球形 很多粒 整個東西倒進一個 你可以想像一下 比較有跌對墜地排列 或者把它倒進一個缸裡 在那裡找些水浸著的時候 它就不停地煲水了 這粒東西本身裡面有核燃料的 所以它有它的核反應 會釋放能量 它會發熱的 而且也很熱 但是當它弄成這麼小的獨立包裝的時候 它就熱極有限 就是說它裡面所能夠進行的那種連鎖反應 就不是很厲害 從而就是它熱到一個地步 不會將它的外殼融化 那麼這種這樣的技術 其實很早已經有人想的了 就是如果看BBC 它就說到好像以為是盧斯萊斯 發明了這種技術 其實不是的 是當我們 一完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開始去想 如何將核能變成為民用的技術 你知道當時就發明了那個 氫水式反應堆 就好像後來你見日本 那個福島那種比較初代的核反應堆 但是那個時候已經同時想過 不如將這些核燃料這樣獨立包裝 弄成一粒粒的來用 每次的量少 出來就不會有核爆出來 然後那些東西逐粒包著 漏極有限 那是不是很好巧啊? 但是後來發覺成本很高 就是成本比起做的氫水式的更高 你獨立包裝已經困難 還要是你獨立包裝 每一粒都要夠耐用 那種耐用的時間要是20年的時候 以當時1950年代、60年代的技術 還沒有做得到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一直呢? 我們這套這麼舊的技術 沒有什麼人提到的 但是今時今日突然之間 被盧斯萊斯拿出來 還要是用來做上太空技術就是這個意思 嗯 還有它很有趣的 它一粒粒粒 它不試一下擺放一些 雖然是三角形、星形 我們當然不推薦 但是你說容易處理 擺放在一塊塊磚這樣不好些嗎? 我有想的 Larry 你也有看變形金剛的嗎? 很喜歡看 就是它這套變呢 你告訴了小朋友 其實它的概念很大人的 是 他們會爭奪能源的 爭奪資源的 是吧? 其中一件我記得就是能量磚 那它們呢 我變形金剛的變形能量磚 它們真的找我變形金剛的手 用手搬也有 找一些釣被釣也有 然後一塊塊是好像長方形的磚 它會搭在一起的 它會搭在一起 然後就走 是啊 是啊 現在我們想這個概念是似的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些能量就是核能形式儲存儲 而且可以保持發熱的 你把它整齊的整成四方形搭在一起 它們就會互相加熱 大家最後整個東西就會熱了頭的 所以呢 我們去想真真正正 你整成這些核能的M&M的時候 我們反而不會為了貪它 運輸堆疊方面 就將它整成為四方形或者長方形 我們反而希望呢 它們可以很容易地流動 把它倒來倒去 就令到我們很容易去移動它 就是不是移動了 可以喜歡移動多少 要多少倒多少出來 而且它們之間會保留到空間 於是我們想放東西去冷卻 想放東西去吸收那些多餘的宗旨 我們比較有能力做到 的確是的 我們可以考慮很多形狀的 過往呢 是英國它們在20世紀去開發 這一種Tri-Soul Field的時候 它們一定有考慮過長方形的 但是後來它們發覺不是啊 我都想有一定程度的疏氣功能 所以它又整成了一個 好像怎樣呢 一桶山楂餅形狀 一個圓桶形 那圓桶形你自由可以踏得 圓形和圓形之間又不能夾得密 所以是不是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 但是當然了 後來就放棄了 那個原因就是它的外殼很容易破裂 那現在我就希望它純粹運輸方便一些 還有我容易介入一些控制它 令到安全系數高一些 甚至乎令到我去鋪它的時候 因為我外面要包很多堂衣 我包那些堂衣 想保證它每個方向都雲巡 最好整成球形 所以這個 你會發覺這個 為什麼要整成一顆 乒乓波這麼大的核子 M&M呢 我用過這樣的比喻 還有這件事也有少許像我們以前看 變形金剛的能量磚這些概念 這些東西呢 就會將它想著造成這樣的形狀 來將它運上太空了 那這裡要點出一樣東西 為什麼以往做過 放棄了 現在今時今日又好像 翻炒舊冷飯 又當新發明 又認為是可能呢 那大家可能都會想到的了 就是它的物料上的進步 就是我們去包外面那堂堂衣 那堂堂衣的用料呢 我們是能夠想得越來越先進 所以令到這件事 似乎可以做到成本越來越低 和也都是更加耐用更加可行 那就是說現在呢 就是我們去幻想那支M&M 那那個核燃料本身就是唐芯 然後外面那堂衣 那要包得很好 那如果有任何和空氣接觸 有些縫隙 有些縫隙 那這樣其實就會危險 那如果我們將它的運用 就是現在你看到 首先第一就是它安全 因為它每一顆是一個可控的份量 是 就不需要說突然間太擔心 一個很巨型的東西 突然間一發現 就一發不可收拾那個問題 那如果現在它又容易運送 其實在地球和太空 是不是有很多用法呢 就是我們不其然這樣想的 在太空有太空的用法 例如在太空那裡 就放在月球基地 所以它的發熱那些會很幫到手 是不是 或者是它如果有些什麼危險的時候 可能它在月球上用一個簡單的處置 就處置到 那這個東西在 我們說去發展太空基地等等呢 陳博善你覺得它最有啟發性 或者是對那個月球基地最幫到手的地方呢 那我就覺得它那種流動那種方便是高的 那大家可能都有記得我們先前講的那些這樣的 太空計劃 還有那些叫做SMR那種這樣的微型發電機組呢 我們是要貪它 又夠輕巧 但是能夠產生到的能量又要高 而且安全系數也要有那麼高 那所以我們將傳統的核電廠 就不用那麼多的核能 就將它scaledown它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個地步就是說 scaledown了之後呢 它熱的都不會熱到融了 裝著它的那些東西 就是我們不會出現那個叫堆森溶解的現象 那你說trizofil這個概念呢 是自然地想滿足到這個要求的 因為它的唐衣呢 就盡量是能夠做到可以抵禦很高的溫度 那你裡面那個核心 能夠給得出多少能量呢 那就視乎你裡面包多少東西 你裡面包的東西濃度越高 分量越多 它出來的溫度越高 就越容易溶到外面的外殼 但是如果我裡面包得夠小 夠小 濃度不太高 令到它最後出來的東西的溫度 不要超過大約2000度左右 那其實呢 就已經可以想著就是 我們可以將這些核原料 就不會裸露出來 我們想去控制它的時候呢 就要容易一些 那所以大家想得很清楚的 整個乒乓波這麼大的這塊東西呢 裡面那個的核原料呢 其實是只有 還有一個小顆波子的 你想想一個白鳳丸 一個乒乓波 一個哥爾夫球 裡面那個核心 好像一顆木瓜核那麼小 小到BB彈 或者我講到 然後外面就要再包多五層東西 那他們認為呢 就是經過反覆的實驗測試 就覺得用這個參數是最好的了 就是裡面一顆BB彈 或者更小的一顆紫 就是它那個的油原素在這裡 外面自己再用一些包裝的技術 來把它放上去 那它整顆東西的溫度最後是千多度 然後你就嘗試一下 那些物料能不能夠長期抵禦到 千多甚至二千度的溫度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就有信心 這種物料就可以拿來包住 就是可以拿來做唐衣 那當我們拿了很多顆 這些這樣的 就是唐衣 M&M 就是這樣的能量球 那我們就可以 喜歡帶多少 就去多少 上太空那裡 你第一次帶不完 分幾次帶很容易 而且呢 需要控制住 它那個溫度的裝置 需要的要求就會簡單了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會有任何拿露了的核元素 去碰到那些拿來煲水的水 因為可能你也聽過 核電廠裡面一定是要煲一些水的 你要拿那個核電發出來的熱 然後拿來煲水 那麼氫水式反應堆最大問題 就是它的水是會直接碰到那些燃料棒的 所以它是會帶一些核輻射的 但是現在呢 當這些直接有放射性的東西 如果是被一層這麼多 五層糖衣去鮑魚的時候 它泄漏的可能性就會低很多 都會有 因為裡面都有射線射出來 會令到那些水帶了放射性 但是呢 因為直接沾染了核元素出來的 那個輻射量就會少很多 也都乾淨很多 那就是它出來的那些放射性元素 也都沒有那麼兇 就是不會碰到會出到那些 那些鮑魚 或者是Ildine 或者不會甚至乎直接有 Uranium 這些這樣的元素在裡面 那變成呢 你在太空要建構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那個需要的安全設施的要求 輕便一點 那所以為什麼呢 我都會很同意它是其中一種 可以拿來帶上去月球起基地 比如你說美國Artemis計劃 準備起月球基地 所以盧斯萊斯這次的設計 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勝出者 可以叫做成為一個第一個 上太空的月亮核電廠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 我自己都還有一個comment 就是說呢 它都要有一些的規格 有一些最後的效能上的要求 是要達到了 才能夠被損上 成為這個月亮上的核電廠 嗯 就是變成了 如果接下來探閱計劃 甚至去到火星呢 有些東西呢 可能還比我們說的那些 small nuclear reactor 那些可能更好 或者叫做兩樣東西一起考慮 就是考慮 還有它呢 它因為可計數 就是每顆多少量化了 那如果 接下來太空上面 一塊塊的運輸上去呢 可能就比一大塊 Nuclear reactor 那些好像輕鬆一些 因為它總是搬家的形式搬上去 是 絕對是的 這件事呢 剛才那件事沒有提到的 就算最後你在軍事層面上 你都會覺得方便了很多的 你最後那些燃料呢 你可以用一架沒有那麼大型的卡車 或者甚至乎是直升機 這樣吊著 這樣吊過去呢 是變得可行的 因為你以前的核燃料棒 你當然要運得那麼大塊 就是你是希望減低運送次數 令到風險減低 但是你每次又希望能夠 每次運輸這麼多 變成出來的輻射量也會偏大 但是現在它本身已經是包好了的東西 你再在外面再運多一層東西包它 而且你喜歡的份量 你喜歡多就多 少就少 運送系數也會安全一點 因為它包裝得好一點 所以呢 所以我會說 如果在未來軍事上是會用到這種技術 來去幫前線去補給電力的話呢 那我也都覺得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所以我會覺得呢 我們上次講的SMR 同時間將太空計劃和軍事上的應用的東西 放在一起講呢 是很合理的 而且在這次Tri-Sofield的例子 我會覺得更加合理更加可行 嗯 即是說呢 如果接下來放在一些軍事基地上面用呢 我想又大家想了幾件事情 就是包括美國陸軍 就是他們在海外基地 他們經常性都想的 就是要放很多防空武器等等的東西 但是電力呢 從來都會有一個大緊張 嗯 所以就說會製造一些NuClear Reactor 但是就小的 又不可以有污染啊 等等 但是始終NuClear Reactor都大舊 那麼他們研究那些貨櫃 嗯 始終都不是製造得很小的 所以這些舊東西呢 甚至乎螞蟻搬家 又變成了對載具沒有什麼限制 甚至乎 如果接下來的基地呢 你要撤退呢 那麼那個基地那個 那個流動的形式會大很多 那麼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去設立一些臨時基地 如果你說永久基地就沒有什麼所謂了 就是說你在德國啊 那些長期駐軍就沒有所謂了 但是如果你去一些前線 那你說真的 打一場仗 可能打一年兩年來 但是你都會走啊 就好像伊拉閑 或者你打到阿富汗那樣 那麼你要拆走一些東西 就不容易了 還有呢 也都有核污染的問題 你要處理啦 那如果這樣容易搬走呢 聽起來就相當吸引 還有呢 它如果這些波波呢 就是你因為它有好處 就是你平時的 你放在那裡 那如果你不夠的 難道你又要加多一個 是不是 可能你都會有問題 但是這個不用的 你因為一粒粒去 那就是大家計算啦 那你要多就擺多 要少就擺少 要走又快 要搬過來又容易 那它這樣堆疊下去呢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一些很大的功率的東西 就是我們講的 它可以隨時去提供一些很大的武器實驗啊 武器那個的安排啊 例如我們經常說那些電磁炮啊 或者你說激國的 都有很多這些能源應用上的 那這裏呢 真的要小心一點去看啦 那我們呢 那這些是要計算的 它夠不夠電磁炮 夠不夠拿來造激光槍 就真的看你的功率有多大 那現在呢 看BBC的新聞 對於這個Trizo Field 弄出來這種叫micro reactor 就是它特意給了一個名叫micro reactor 就跟我們之前說的叫small modular reactor 是以知識別的 我們正常的大型核電廠 或者正常的那些火力發電廠呢 給出來的功率呢 大舊一點的話呢 它的功率大約是以這個叫1gW來做單位 1gW就等於1000個Mega 就是就等於10億個雅特 來做這個功率單位 那但是如果我們講的那些叫smr smr都有實際的軍事應用 你一個gW的發電廠 就可以供應基本上 一個小型城市的需要 那我們如果說的 用那些電池彈射啊 激光槍那些呢 都要用你一個小鎮 或者大半個城市的電力的 所以呢 你有數得計 你預你那個smr的功率 都要 或者你那個電池 你的功率都要以百計的MW 那更加不要說去到航空母艦了 航空母艦又要上到gW 就是這個這樣的級數的 那所以為什麼有時候說 我們可不可以砌幾個smr 來滿足到這個航空母艦呢 那暫時現在呢 都還在嘗試著 還沒有很成功 那到micro reactor 你聽過名字就知道了 就是比小更小的東西 那它現在設計的功率呢 我不知道Rolls Royce 她想要做多大 但是呢 就是她現在想著呢 可能初試嘗試呢 是20個MW左右而已 大極呢 不會超過300 就是你可以想像 大約20至200個MW 比起smr的功率更加小 那所以呢 拿來去滿足一下月球任務呢 應該都ok的 就是如果你到時月球任務 其他更加好的核電裝置的技術 還未成熟 那不妨就可以考慮呢 就先放try-through fuel上去 小小的 有20個MW 50個MW 先用著 到了 未來再需要有些大功率 你要將整個月球基地規模升級呢 那你就再弄一些更厲害的 可能真的正式放輕巧的smr上去 那但是呢 又想一下了 去到軍事層面 如果只有20個MW 都會有些用的 但是呢 你會發覺 你如果想要滿足下一代的那種武器 譬如說 流動的雷達基地 牽涉到激光的攻擊 主動攻擊的武器 甚至乎我們先前說過 電磁彈射這些東西 耗電率是很高的 是需要有一些正常的核電廠 那麼厲害的能源去支持的時候 只有20個MW的小小小Tri-Sophil 這塊這樣的尿袋子 就未必很夠用的 所以最後呢 你會發覺 他對於軍事上的貢獻大不大呢 就好看他的最後功率給了多少 嗯 所以呢 我們就繼續觀察 因為呢 盧斯萊斯他做 現在都是很初步 就是很初步的設計 所以他如果以目標為本 你說上大空 應該問題不大 這樣做 但是你說要滿足 就是剛才我們說 更加多戰爭的需求 或者運輸上的需求 我想要再研發 不過他的潛力很大 包括他運送容易 他可以將他變成微型化 所有東西都在微型化 就會很幫到手 是啊 這裡我要補充多一件事 剛才我說了講但未講 其實他的核心技術 就不是在於核鍋爐的 我覺得這件事 因為他是一個 比較容易受控制的一堆燃料來的 他最核心的技術就是 他包裝核能源本身的糖衣 我們之前也講過的 有五層的 那五層有什麼用 為什麼要五層呢 我會很快講一講 其實他首先 那顆核外面 首先包一層比較稀疏的石墨 那個稀疏的石墨為什麼要稀疏呢 就是因為那顆核 它本身放射出來之後 它那些這樣的油元素 它不是一個純的油金屬 放在那裡的 它很多時候是一種叫做 二氧化油的形式 一種這樣的礦物形式 放在那裡的 那這種二氧化油 它放射了之後 它其實同時間 是會刺激到周圍的環境 是會出了一些一氧化碳的 那它應該這麼說 很多時候以前那一代的技術 在五、六十年代的Tri-Sulfield 為什麼會失敗呢 就是你發覺 包了糖衣之後 裡面的東西是會出氣體 是會激爆了 甚至乎那些氣體 會和你的糖衣有化學作用 令到你的糖衣變了質 那這件事我們是不想的 那現在今時今日 它們想到一個方法 我就包一層石墨上去 幫你索密一點 索密一點之後 令到你不能夠影響到外面的結構 它一開始包一層稀疏的石墨 再找一層實淨一點的石墨 包著 因為有實淨一點的石墨 你再上去那層主要的一個叫做 碳化石的這個塗料 這個結構就容易一些 碳化石是一件很硬的東西 就成為了包裝最重要的骨架 但是你希望它能夠黏在那個核裡 你首先要在那個稀疏的石墨外面 再包多一層實淨一點的石墨 再包那層碳化石 你想想這裏有三層 包完這層外面還要上油 你要上到那層油 那層油是不難剝落的 你也好像要做批檔一樣 你在那個碳化石外面再包多一層東西 然後再在那層東西外面再包多一層批檔 就是那層批檔上面再包多一層油漆 於是整個東西就防刮 不易碎也都會耐用就是這樣 所以那五層原來就是既要適應裡面的東西的需要 也都要適應外面的保護的需要 也都能夠滿足到中間那個實際的硬的結構在那裡 所以就數到至少有五層東西在那裡 那這件事就是研發了這麼多年 反覆去試 那這次可以說英國它是在那個物料科技上面 花了很多心思來想這件事怎樣包裝 令到這種Tri-Sophil變成可行 那我會覺得它變成實際的應用 會很快會看到 那我想好像我們上次這樣說 上次我們講到英國劍橋大學 那為了中國那時候去研究那些火箭的東西 也是在那個物料上面提供的知識是很幫助的 所以這次我相信這裏也是的 那就是大家網友現在看到這張圖 也都看到那五層東西 就是各有各功能的 就是全部像剛才陳博士詳細解說那樣東西 所以我相信今天來到這裏 大家都應該對整個這個波波 應該都很有認識的 當然這個我們會繼續去觀察 就是它接下來有什麽其他妙用等等 應該接下來都會還有其他新的發展 那我們繼續為大家看著 就是盧斯萊斯 或者其他太空科技上面 甚至乎在地球的武器應用 那接下來會有什麽的改善呢 我們在其他的節目再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記得了 就在最後在下面留言 幫我們想一想的節目名 那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是長久長久了 所以都真的要有一個節目名 那大家可以改一些親切一些的 有趣一些的 大膽一些的都可以 那記得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好 那我們在下一節的節目 就再和大家再見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